一場和平的合擬唱行動 卻引致大批警察以違反限聚令為由 闖入商場驅散民眾 期間東區區議會副主席趙家賢的助手 已被警方推倒後昏迷送醫 由東區區議員批評警方制造混亂 時事評論員潘東凱表示 抗議活動明顯是市民自發的行動 而且場面溫和 太古城中心當天的活動 是自中共肺炎疫情爆發後 香港人數最多的一次抗議活動 許子健稱這是民眾對中聯辦破壞兩制的不滿 明顯影響到香港的民眾對抗議活動 是否真的要用這些無所不約其極的方法 去將自己合理化這件事 而那件事本身是不合理的 大家知道 最後他可以釋法的 我們明白的 你可以去釋 但你不要講這樣的說話 指鹿為馬的方式 我想很多香港市民很不同 很討厭這些方式 潘東凱則認為 目前的香港 明顯有三個管制系統 一個就是刀把子的武裝力量 直接博星坤、趙克志那些人搞的 中聯辦走到一邊 另一個就是說 香港的黨委書記就是駱惠寧 剩下來的那個文官系統 就做一些無謂的事情 或者在那裡將利益輸送轉來轉去 譬如說現在又委任了一些建制派的人進去裡面 個個都可以收錢 就是三套東西 如果這三套東西 我覺得就是說 你香港擺明就說 警察是這樣的 以前就叫他有排爛仔 現在都不知道叫什麼 新唐人香港記者站 葉宜凡、梁娟採訪報導 沒讓 momentum 唯一多 relationship 那 在找 融合